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赛前的时候点评也已经是说了这个布隆 我给他两个字就是佩服 因为他前面的这个手法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像海神 连营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他一边升班他的这个陀众还可以越轻 而且还一直找到大师傅来佩达 我发现如果要达到这个越两极挑战或者是更高的话呢 要中长途才可以 因为短途有一定的速度嘛 他前面这极皮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一定的速度你越几米很难去超越人家的速度 但是长途就不同了 有一个步数的控制 除非你的马匹你认定了 你比如像合中了 像快赢了 就是这个短途马 而且就局限于沙迪赛事 你可以这样子 那你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话呢 就只能通过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来做 对 因为中长途呢 你轻棒的威力很厉害的 那这一场赛事呢 最亮仔呢 因为是在长直升赛事又能前领 就算有这个精明交易也想动手还是给他按下去 对 不过很奇怪这匹马他发力点就是很奇怪的 不是前面快的 中间加速的 对 他是突然加速 然后其他要跟他去斗前速的马匹呢 就瞬间就倒了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一匹最亮仔的跑法 这匹马奇怪一点就是今天晚上最后几场赛事 也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 马匹去到直升的时候呢 前里马匹不走内南的 全部移到中间去跑 不懂为什么呢 你以前提过 这个是一跑道 可能就是这样子一弯弯出去 所以好 我们来看这匹马怎么走啊 前面逞色彩翼的那匹就是他 现在阻隔拉 留得蛮辛苦的 你看马尔口啊 已经给他拉得很紧 他就不希望他快嘛 他就希望他把那个步速控制在这个50秒之内 因为如果太快 对他没有好处 太慢 现在这样子就抢口抢得很离不 你看 还最后两步还跳的 所以最后800公尺就控制在49.68秒 算是勉强可以把马匹的那个走速稳定啊 但是这场赛事我最真的刚才奇妙就是 可能真的没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跑道 是一跑道的关系 你看他转到直撑的时候 通常就是顺着那个内南一直跑 在内南就是让你看你能不能追到上来 但是可能那个弯道的关系啊 他转到直撑的时候呢 他是稍微斜出中间跑的 你看他就不愿意马匹突然间那个转弯的幅度太大 你看通常反而里面那一匹大地主就没有闪出来了 就是在比较速度高的时候呢 他都斜出外面 但是斜出外面呢 当他一修正他的时候 一打边又内闪 以为这个时候他利落了 没想到其他马匹也没有办法赶得上他 所以又给他再一次用前领的跑法来引马 现在这样子看一看 这匹最亮仔三度赢马都是前领的 所以尽管他也是可以后上 但是看来他的威力还是在前领啊 要不然他只能有位置没有办法赢 只要来长直城的这个长途赛事呢 对这匹马呢中长途赛事以上呢 这个威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这匹马呢领到最后呢 用这样的快步速已经把很多这个 这个脱中棒的马匹给拖垮了 轻棒马匹在这边呢 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个这个快摇滚 还都算是走得接近而已啊 那其他的马匹呢真的是毫无招架之功啊 刚才马会也提到了这个进入弯道以后啊 他这个外闪这么高的速度啊 他坐800公尺49.68秒 这个是在这个级别上面呢 只有三成的马匹能做到这么快的这个步速 这么快的速度进弯进直城的时候 你开车都知道你的离心力啊 速度快的时候你转弯进弯的时候 是不是会外闪 他用了一个类似于这种赛车飘移的这种跑法 最后又进弯又移向内篮 所以整个是也是把马匹弄 让他不会特别的难受 如果你像后面的鞋马匹呢 一进弯的时候 马上就硬硬让他拐去这个内篮的位置 马脚会不适合 就是那个角度不好咯 他就顺着他跑 不单止这场呢 后来进毛区也是这样的 反正那些马匹没有办法上来的 那一场就小福星也没有办法上来的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就是以后呢 可以也总结一条理论出来 就是如果一跑到已经是非常窄了 如果你在跑长支撑的话呢 短支撑不算 长支撑的话呢 你进弯这样子甩进来的话呢 你就要特别小心 对除非你本身那匹马可能小型一点的 那转弯比较灵活的 那可能就是顺着蓝来跑 如果体型比较大一点的 像这个这辆载500多公斤 金毛巨那些也是大型的 就不要这样子硬硬给他贴蓝跑 顺着他跑 拉出中间就中间了 反正他也没有欺费很多的嘛 是的 这个千八公尺这个长支撑呢 是唯一的这个赛程 他没有短支撑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赛程上面呢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啊 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经验是加分的 其实没有经验的话 这个错犯下去的话是不可弥补的 通常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就转弯的时候 手拉拉拉拉 他马匹的头都痒一痒 就速度减慢了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找到了一点 就是其他一些马匹 在这个赛程上表现不好的原因在这边 对所以大师傅有力 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顺着马匹跑 不要让他的速度受影响 那我们接着要看的就是 礼拜五的最后一场了 这个挑的这个是 也是够高班的公开让赛 快营去年我们总结过的马匹 对当年他三岁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啊 在现场啊已经我经常强调的了 快营肯定是当年的最好的三匹马之一 当时总结就是阿发 那就是快营 所以这三匹 阿发现在可能有一些健康问题了 趋营上到第一级了 快营现在也是第一级了 对这个三匹马呢 全部是这个梦想实现了 但是呢 他现在只要回千二公尺 没有人能随便欺负他 不过特点一点就是他炒的还是稍微弱一点 这个是他最熟本的赛程 对啊 萨地千二最熟本的 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了 这场赛事呢 赛前就是很简单告诉你们 两匹最高分的马匹呢 应该这个中棒会拖累他 虎考步步也是拼得多 所以理论上也应该 通常来说都不能赢 所以结果都不能赢 巴迪诺呢 就是中棒 韩记得他在韩国追不上 这场赛事呢 虽然说是跑最擅长的沙地赛 也是担心他追不上 而最强的两匹就是合中跟快营 赛前也跟你说了 三个赛程分开来讲 一千的时候呢 合中会高一点 一千一百两匹差不多 一千两百呢 就是快营高一点 这个是赛程影响两匹马的能力 而其他马匹要赢这几匹马呢 真的是困难重重 所以在这场赛事呢 如荣得水呢 就是不管什么了 帮对手开路 帮巴迪诺开路 他进了他的本分 在前面把速度拉快 想不到就是要五神位啊 这匹马一转到这个少尔 他真的是比较擅长练这个阿根廷马匹 马匹瘦了那么多 竟然这场赛事威胁蛮大的 要不是快营这样实力高强的马匹在阵啊 要五神位 已经是在这场赛事爆了你马的了 但是快营真的是太强了 来看走围系统 那现在呢这个快营呢 进入直程以后呢 其实他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在这个屏幕的最里面这个位置 他一超过对手以后啊 现在呢就没有对手能挑战他了 那其他的能贴着他一直坚持到底的 就是这一匹呢 体型变化比较大 转仓以后啊 减了25公斤的药物神位 这个对少尔的这个马匹呢 尤其是阿根廷马匹呢 我们现在是只有充满了这个禁忆 那这一场赛事呢 在前面呢 快营想要走脱啊 这个在整场赛事里面呢 是没有对手能挑战 他之前呢非常好 有西坝一直排跑在赛事里面 今天幸运的是有这个如同得水 给他做这个点兔啊 在这场赛事里面 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个快营 如何赢千二公尺杀地 那这个河中再一次的证明了 不适合这样的赛程啊 不适合 他有戒心 他前面不敢用的太多 因为他怕他坚持不到 所以变成他比较保守 如果一千他就不用那么保守 那这样子呢快营就辛苦了 比较要跟上他的速度 这场赛事不同 他前面不敢跟得太前 他怕人力不够 所以现在变成啊 在这个沙地短途上面呢 每一个赛程上面呢 都有一个强者 对啊 所以但是快营千二公尺 暂时来说啊 平方是没对手的 不过这个 这匹药武神威要小心了 这匹马真的是想不透 他究竟是以前搞错 他是中长途 还是现在才发现他短途的实力呢 真的是要给多两场 一两场赛事看看才知道 这场公干让赛 已经是显露了这个沙尔的功力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真的是也替这个快营捏把汗的 按照他的这个进度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 对啊 而且你知道这匹药武神威 是流过鼻血回来的 对啊 健康很重要 更加的让我们小心了药 还有就是福卡瀑布那些马匹 我也是在赛斯现场我已经讲了 赢了那两场 那个心态就是用尽他 用到没有为止 对 那现在应该没有了吗 你喊捧他 真的是要小心 已经过了保质期了 对了 所以以后 什么时候再来呢 我总是觉得就是黄金机会已经过了 以后再赢的话呢 应该是包冷 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了 那个时候 再给他一轮的这个回期时间 或者是半年时间 对 那个分要调整一下 因为他的两场赛斯 赢完之后呢 已经是加了他7分 嗯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裁判报告啊 那这个这一天晚上呢 关键的就是这一匹 霍卡的马匹第七场的7号汪利多 哇 跑得这么接近 原来是左前提提起脱落 要不然就已经了 是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两场赛事 第五场的8号 最量载千零有力 头重够轻 第七场 4号快赢 稳健可靠 还能进步 那这个礼拜五 只有一天的赛事 那下一周就不一般了 对啊 星期一天先休息 但是下个礼拜 就是最重头戏 三大高手 星期一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直在碰头 这个石城碑 也就是三岁马经典赛 那这个我翻看以前的赛事啊 这个历年的这个得主啊 后面的这个座位都非常的不一般 像步步高升也曾经是 对 西班牙弯也是 嗯 星期天是比较好看的啊 然后呢就是巴拉多啊 啊 永冠三郡啊 跟捷径神 再来石城碑 再用头 对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这个赛货点评赞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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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再见